其实我每一年都有信心 我想大家都会在工作的时候 放了很多的心机下去 而每一年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才会开心 因为将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我每一年都会很有信心 每一年的颁奖典礼 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开心 Melody 早晨 有意思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潜 今天的Melody 掌声又静 有点特别的 为什么用点特别呢 这位艺人朋友 我相信很多马甩朋友都非常喜欢他 都觉得很久没见到他来到马来西亚了 而且我们都很难得地 就是请到艺人进我们的studio 来做访问之前都在网上做比较多 所以今天Melody 掌声有请 非常高兴请到就是陈展鵬 Hello 展鵬 你好 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好 我终于回来这里和大家见面了 我相信大家对于展鵬都是不陌生的了 这次来到马来西亚先说一下感觉 事隔多少年 差不多四五年 四五年 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好想回来 好想过来马来西亚 因为除了只顧着食物之外 还有真的很多朋友还没见过 希望今年没有一个好的开始 今次见到展鵬的社交媒体 也有见到比如说你去宾城 也有去一些很熟悉的 之前去过的地方 其实那时候 丹链双城 以前拍过 在马来西亚 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尝试 或者去的地方 有啊 全部基本上都有去的 吃的东西 还有壁画的地方 现在壁画不同了 我差点找不到 原来现在很多咖啡店 在前前楼口 之前我们去是没有东西的 现在热闹了很多 而且今次的身份 是不是有点不同呢 今次是一个导游的身份 带着太太 是的 他来过马来西亚 这次他算是第一次 我做了一个导游 丹鸾双城的角色 周围带他去试试不同的东西 感受不同的味蕾 说真的 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 都是看着TVB大的 大家觉得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朋友 说广东话会OK的呢 因为我们小时候 就开始看香港的电视节目大的 所以有很多朋友 都很支持展鵬 尤其是近期 超能视者都是 很多朋友都在追 还有你在里面的角色 是很有挑战性的 阿链这个角色 当中又会有一些 比较离奇的经验 又有一些 比较有挑战性的发挥 对于你来说 是不是一个目前为止 最具挑战性的角色 这个会不会入围呢 会 绝对会 我觉得在我拍了这么多年的电视 这个角色和这个手法的拍摄方法 都是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樽頸位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知道 选择多了 大家对陈展鵬 可以是好事 认识多了 但也都是 有时会体验了我演的 某一定的角色 那如何在这些樽頸位 和这些新鲜感里面 再去尝试 或者去发挥自己呢 需要很多东西配合 首先 这部剧 大家看完之后 都会明白到 我们放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因为我们拍这部剧 都是COVID的时间 知道香港 其实都 一段时间比较有严重 是 我们是这样拍的 但是 so far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作品 起码剧本 都可以赋予到 我们每个角色的生命力 我相信 给到观众的新鲜感 是 而且都比较贴地 而我此演这个角色 其实对于我来说 最难的挑战就是 可能几年前的 我未必会演得到 因为他很心努力情 而去到一个 比较绝望 那《命顶》 也都令到观众 猜不到原来 中段是 以阿联身边的家人 和他所有东西都是 虚构的 那 我觉得他这个手法 非常之好 因为如果 这个电视剧 每一天都是 大家一家人吃饭看的 你会觉得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题材 你会觉得很累 未必是一个 金正能量的 但是当 《萧林试者》是 由一至十集 大家都以为很开心 很好笑 接着就开始表达到 一个人生 在这个社会 或者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尽力过去做 而未必有自己一个理想 或达到自己的 小小的成就 反而是 会令到自己很绝望 那我觉得 阿联这个角色 他当然去到很极致 就是有些精神的错练 但是我觉得 其实大都会的 身边的人 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只不过未去到那么尽 而可以演到一个 反面的教材 以及对于演技方面 可以看阶段那么阔 又笑 没有东西 都去到那么极致 我觉得这些不是经常有机遇 或者是幸运的遇到 所以今年 其实我对自己的成绩表 都有些交代 而且阿联你的角色 可以发挥的位置 真的很广 所以变成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我相信在这几年里面 大家受到疫情的影响 或者是你的事业停顿也好 或者放慢也好 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领略 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最大的改变 最大的改变我可以停下来 譬如我现在有家 有小朋友 有太太 有个时间去自己去沉淀一下 我觉得人生 尤其是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演员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未必一定是在生活里面 你经历过的事情 你才可以演出来 但是你那种细致 和你那种感受 有时候不可以太快 很匆匆忙忙地经历过 有时候你未必能得到那个感觉 但是我们演员正正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才可以表达出来 观众有共鸣 或者才觉得你是有一个代入感 所以这段时间 我觉得赚了的 就是可以和家人相处 当然在很多人眼中看到 展鹏是很幸福的 过去的成绩 但都觉得挺满意的 今次又入为 十万次青灰颁奖典礼 对于今次自己的胜数 又或者是参与感 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每一年都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始终都有一个成事 亦都有一个颁奖典礼 我想大家都会在工作的时候 放了很多心思 而每一年的颁奖典礼的时候 才会开心 因为将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我每一年都很有信心 但是我又反过来说 其实观众看着我们的成长 未必是每一年那套剧 就是代表他的代表作的 因为是累积的 每一年的颁奖典礼 我觉得最重要是大家开心 就是这个颁奖典礼 是观众看得开心 一班新的演员 也都得到他的一些信心 这件事我是觉得很开心 是 接着你演艺上的计划 可以和大家讲一讲 其实我希望真的可以 每一次拍的剧 都有一些不同的突破 同时在现在这个阶段里面 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演的 以前可能不会演爸爸 现在可能会 演员就是最好玩这件事 不同的阶段 或者是综艺的节目 我都可以 因为这几年其实沉淀了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可以 尝试 尝试 最后也希望展鹏 在接着来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都大有斩获 我们都期待一下你接着来的表现 谢谢展鹏 谢谢 谢谢